嗨 Brian 嗨郭大 你知道我喜歡的手錶有兩個要素 兩個要素 對 那一個一定是大 對對我喜歡大錶 另外一個就是潛水錶 喔潛水錶 對 那我總覺得這兩個要素裡面 勞力士就小了一點 喔對 因為勞力士一般40左右 對啊 我現在不夠大 所以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品牌 更符合我的目標 大的潛水錶 大的潛水錶 那應該是配那海吧 喔 冰水聰明喔 這當然的啊 所以以前住山上還是住在雪地裡面 以前住南極 住南極 好那麻煩幫我們報一下 潛水錶的地理位置 潛水錶很好找 就是新一環的一樓 是 基本上新一環門進來就看得到了 在左邊 好的 就在Apple的對面 好的 所以接下來看一下 郭大愛牌之一 暱稱小配的潛水錶 走吧 好各位朋友 郭大現在跟布蘭已經進到 佩拿海的裝備店裡面來了 各位你也看到我們前面有很多錶款 郭大想要借這個機會呢 利用四款新錶 然後順便也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佩拿海最近把這個系列錶款 重新分類 重新整合過 也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 每個系列的特色 特徵這些 那從過來右手邊開始呢 這一款是Ridemail 然後接下來是Rumino Duet 然後Rumino Sermisable 潛水錶系列 那我們就從Ridemail開始 好 因為剛剛布蘭跟我講說 他這四款裡面 他最喜歡的就是這一款 對我最喜歡的就是這款 992 對不對 Ridemail的這個樣子 各位你看很容易分別啦 沒有護橋 因為佩拿海的錶款 所有都是整型的 或說電視型的 有沒有很像以前的電視 以前的電視嗎 對啊 我們也可以叫電視型 但是如果是Ridemail 就是沒有旁邊的護橋 那這款992 這個款新款呢 郭大覺得他非常經典 他其實就是佩拿海早期很文明的 埃及人巴日鏈的錶款 去復刻出來的 所以你看他的面盤 他在3點跟9點呢 各有一個印記 有沒有 9點是小秒針嘛 3點是一個巴日鏈的印記 那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義大利文啊 郭大王有沒有不要念 我剛剛就想說 這是什麼巴什麼什麼 他是義大利的巴日鏈的意思 所以他辨識度很高 你看到他的刻度啊 石標跟指針 也都有防舊的處理 顏色上都不太一樣 所以他這個針眼是一樣 藍鋼針做防舊去處理 很漂亮 然後你知道郭大很 我知道表徑 我又要說表徑 表徑 你不覺得他的箱形鏡面跟人家也不一樣 其實現在箱形鏡面也很多 對 這個真的是箱到快頂天了 對啊他真的是有旁邊兩個豎起來 而且他跟一般佩拿海的表圈也不太一樣 佩拿海的表圈 就是這種斜面表圈有沒有 他是比較立面的 有沒有發現到 所以東西一比較你就發現不一樣 而且他顏色好像也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沒有錯 不然你講到重點 越來越會看表了 我們說一般仿舊都是做到指針面盤刻度 對 我們這款錶殼也做到仿舊 喔 他的那個錶殼是有特別處理過 對 品牌說這個是經過所有的PATINA的處理 所以你看他這個錶殼有點像 鍍一層膜有沒有 對 他也不像拉斯文也不是鏡面拋光 都不是 就是一種新的處理方式 讓你整個都鼓一盎然 再加上 這種經過靜然的牛皮表戰 一帶 這感覺就是 有歷經蒼傷 有 經過戰事 戰爭在 真的在底下爆破過什麼的 有歷史的痕跡 有歷史的痕跡 這個992我看也是非常喜歡的 而且錶二也很特別 他除了沒有戶巧以外 他是現行錶耳 而且瑞德銘還有另外一款 1940就是 就是一般的錶耳 一般的錶耳 所以你看過到今天有沒有 喔 其實瑞德銘我覺得 當然是個人喜好 現行錶耳會更有味道 對 更有那個古味 對更有古舊的那種感覺 所以要古就一古到底了 一古作氣 整個都很古 裡外都很古 對 很好 來 那我們知道 果然號稱是藍色控 對 沒錯 所以我們這個 Rumino Duet呢 波達特別跟柏蘭挑這款 964型號 藍色面盤 對 謝謝波達 他還有多價的GMT跟除染指示 面盤看起來很豐富 不只藍色而已 對 很漂亮 然後其實他這款錶的心意在於說 他是45毫米的 波達很大的錶嘛 他45毫米裡面率先有搭配了 柏蘭也很愛的 一鍵快拆 快拆 你最近不是很風靡這個嗎 對啊 因為我覺得很方便 我覺得很方便 因為他們年輕人喜歡換著帶 那錢不多 錶不多 但換錶 換錶帶負擔比較少 然後又有一種新錶的感覺 這就很符合你 對 這45毫米裡面有新增了 一鍵快拆的錶帶 很方便 而且Rumino 我覺得也比較適合我 因為它就是佩納海裡面比較薄的 比較薄的 的錶款 沒錯 然後郭大覺得 佩納海的GMT我覺得很棒 你現在看得到GMT時間嗎 看得到一點點 對啊 你如果平常不用到 你可以把針藏在裡面 藏在一般的時針裡面 你說你就把它設在同一根就對了 對 它就變成 盤面的比較簡潔啦 那如果你用得到 你就把它調校以後 就可以放到你要的另外一個時針 要用再拿出來就對了 對 因為它是12小時制的 在9點位置還附一個 這邊 Day&Line的指示 我常常講就是說 所有的功能 所有的設計 沒有最好的 只有什麼 你個取所需 像這個樣子 是我過照我最喜歡的 我們其實用不到的時候 比較多啦 對啊 就不會你平常看好幾根針 是啊 那我要用到的時候再調校就好了 接下來這兩款呢 Lumino跟Smithable 郭大也要一起介紹 因為他們都是 Penai為了第36屆的 美洲被帆船賽的 Luna Rosa這個船隊 所設計打造的 那郭大這一款型號是1036 那我這款是1039 好 這個船隊的手錶呢 有一個 郭大覺得很棒的一個特色 對很特別 很特別 一看就知道了 對就是你看它的面盤 面盤很特別 像是一個 帆布的材質 是啊 你看得出來嗎 你看得出來嗎 我看得出來啊 我眼睛很好 我又不像有人有老花對不對 好了我承認我老花很嚴重 對 但是我一樣看得出來 真的很漂亮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因為你看它看起來像帆布 但是你知道其實 這個帆船的帆布材質是什麼嗎 是什麼 是用碳纖維做的 我以為是尼龍的那種 不是它是碳纖維 而且這個船的帆布 它真的就是有出海過的 帆船上面的船板 在海上征戰過的 對對對 然後再把它切下來當成表面 所以即便我這種汗鴨子 我戴上去感覺在遨遊大海這樣子 對因為有出過任務啊 對開過帆船的 不過我覺得真的很老看 有獨特性 因為我們這兩隻的 布就不太一樣啊 所以踩的部位也不一樣 對啊 顏色 紋路各方面都不太一樣 對很特別 而且錶殼也很有特色 像鍋炸這一款呢 是鈦金屬去做DLC 所以類鑽碳的處理 所以基本上這個錶殼也有顯示出很棒的金屬質感 然後呢也不容易刮傷 對硬度蠻高的 對 除非你用力去尻招或怎樣 我們平常的使用是不用擔心的 但是你的 欸我這個好像比較厲害一點 對啊不然的好像更厲害 對我是碳纖維的 卡蹦的 對也是卡蹦的 不只面盤是卡蹦 錶殼也是卡蹦 而且平常也用到 他所謂的他自己專利的技術 就是卡蹦的 就是你看上面有這個 有沒有這個紋路 對一點的紋路 每一隻都有點不太一樣 讓我有點激怒 所以其實這一款 潛水錶我覺得 它就是說 內外的層次紋理 又更貼合更接近 對啊 一致性很高吧 最後最後 在這個 黑色的錶殼啊 灰色的帆布面底下 你有沒有覺得很跳的 我這款有兩根針是紅色 我這款也是 也是齁 因為我是GMT的 所以像這款就不用隱藏 你知道嗎 我才剛有講過 GMT針可以藏起來 這款我不要藏 為什麼 紅針很跳很老看 我幹嘛要藏 對啊 當然是要給大家欣賞一下 不然我們說紅色很好看 但你知道它為什麼要用紅色 為什麼不用橘色 當然知道啊 它都叫Luna Rosa了 意大利文也懂啊 有做過功課了 Luna Rosa就是紅色月亮的意思 是 它就是他們船隊的名字 所以紅色也是他們的代表色 對 最後還有 我們船隊講那麼久 其實還有一個地方 把這個船隊描述得更沾 更充分更完整 麻煩先到表輩來 底蓋的部分 對 如果我們剛剛講的都不夠具體 馬上翻到底蓋來看一下 直接有一艘船 Luna Rosa的這個櫻汁 就眷刻在底蓋上面 裡外整個前面後面 都表現得非常完整 讚 Luna Rosa 雖然那個船我沒有搭過 但感覺我戴上去以後 就好像有搭過一樣 已經在海上吃成很久了 郭大 你是忘記一件很重要的事 什麼事情 就是你只要碰到潛水表 一定要做的事啊 因為拿在你手上 我當然會忘記啊 那這是我來幫你代勞 我來轉 我來幫你轉 喔 這個碳纖維的外圈轉起來 厲害 好像在打鼓耶 對啊 手感跟聲音都不太一樣 很讚耶 這個手感 借我轉一下好不好 好好好 有沒有 那個手感 讚喔 真的很棒 好 以上不知道的是你 任何問題 底下留言 底下留言 我們下次見 掰掰